而且他這次不叫演習啊 這次叫軍事行動 介於演習跟封鎖中間的灰色軍事行動 比如說他藍部離那麼近對不對 他突然之間轉成攻擊他就登陸了 上次96年你記不記得中方宣布演習嘛 美國大老遠開了兩艘航母來耶 台海這個和平穩定 不是你中方決定的 是國際的力量都要一起來維護 所以我覺得他第一個就是考驗你美國 你美國要不要介入 裴洛西一走你雷根號也往東開嘛 這個當然就會引起一些憂慮啦 原來你只是來保駕護裴洛西 而不是要護台灣你知道嗎 裴洛西所造成的後續的影響 你自求多福吧 接下來第二個考驗是台灣自己 中華民國內 主權國家內 抗中保台內 這個時候不是應該要捍衛自己的主權 你怎麼可以封我的水域空域 你要不要排除 蔡英文剛剛做的發言嘛 說這種行為沒有必要 要制定正常啊 你怎麼沒有聽到一種聲音說 我抗議 這是不正當的 我要伸張主權 是啊你侵犯我領海耶 然後我的軍隊要排除封鎖 如果有貨輪商輪要進來進出台灣 我軍隊要護航 你有聽到這個聲音嗎 沒有 那不是就玩假的啦 而且這個會產生一種效應 如果真的三天都沒有事情 就這樣它為止 那我們就自己去調整 港務局的航班啊 船司啊 國際航線也自我調整 你等於是自己吞了 吞了就意味著它以後可以再來 就是兩岸的軍事行動從此升級 它變成一種新的常態 它不會恢復原狀 那它就會認為說 欸這樣是有效的啊 也沒人抗議啊 啊台灣也沒折啊 所以現在是三天嘛 我跟你講這種灰色軍事行動 是很危險的 我們現在是有點運氣好 我們現在是剛好有兩艘LNG船 剛好停泊在台灣 啊以後如果是一個禮拜 啊你剛好沒有船在現場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學姐黃靜穎 比起熊讚 我更需要你們幫我按個讚 一年中我最愛的月份 就是你的訂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學姐愛你喔 啾咪